两位有时间 西双笔庭上台接获奖项 第59届十大结束青年颁奖典礼 首度来到台东举行 希望借由获奖的时节 成为大众青年的典范 发光发热的年轻人 将能推到各位大众的眼中 希望他们的表现的结束的过程 成为你们最感动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 我们都有一股台湾年轻人 特有不服输的景色 热情 创意 不服输 我相信这三个青龙池 是台湾青年最好的代名池 其中在2020东京奥运 为台湾拿到柔道银牌 排完组的杨永伟 在59届十大结束青年 特别荣获体育技艺类 奖项殊荣 特别感谢一路走来 帮助过他的人 让自己被世界看见 不管是在课业知识上 以及技术上 最重要的是品格的成长 都是因为有他们的牺牲跟付出 才能让我在我的领域上 能够多壮的成长 能够让杨永伟这个柔道选手 被世界看见 十大结束青年主办方 青商会总会长就指出 青商会是台湾最大青年社团 如何整合资源 创造永续影响 并且激发青年投资未来 则是各地青商会 必须持续努力的方向 原是新闻物举台东市 采访报导